大家好 今天是8月12日 星期五 在周末的時期之中 很多特別做短線的炒家 都會首先可能需要平倉 今天的市場 最主要是在美國來說的市場 股票是先升後跌 雖然最拉尾是升了一點 人們已經升到幾十點、二十幾點 所以這個應該是蕩體性 是一個高位有阻力 然後會下